副總賴清德 才一經常僑胞興奮的這樣繼續喊 或許考量這一次過性的敏感性 賴清德沒多做回應 這位代表蕭美琴登台演講時 特別強調這一點 賴清德也揭露僑院上的美方貴賓有這些人 暗於選前過境美國賴清德又有這雙重身份 AIT拿捏上也很有巧思 除了強調一中政策 AIT主席羅森伯格因為妹妹的婚禮 得透過預錄影片現身巧言 三個地點都是藍綠白總統參選人6月份 分別帶羅森伯格去參觀的 似乎很刻意展現沒有特別偏袒誰 尤其賴清德過境美國行程來去匆匆 紐約有助意外回程的舊金山不會過夜 並不是像過去講說特別去接受什麼口試 美國也不希望賴清德在美國有任何的精神之論 這樣就負責在民進黨意義也負責這個美國的精神 過去政治人物過境美國總會尋求突破 賴此行似乎一反常態 畢竟很有可能多做多錯 選前更得步步當心 TVBS新聞李國正 洪富華 邱婉柔蓮婷 紐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